各位編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 书仔 現在早上星期六 早上11點未夠 书仔介紹 今天第一隻的推介 外面依然是 打風 如果有些標迷 已經上班 书仔跟你說一聲加油 如果你是未上班 像书仔那樣 大家要小心 鏡頭前面這隻 就是 SEICO 今天第一隻的推介 這隻SEICO的 顏色很正 很特別 我們叫做 血紅色的 很漂亮 很多時候 紅色有 大紅色 粉紅色 就是 酒紅色 這個紅色就是 血紅色 血紅色的錶面 很漂亮 很特別 這個紅色的錶面 配搭了 時分 秒針加起來 是一個計時碼錶 你見到 三點位置 就是白盤黑字的日力槍 寫著SEICO 10個bar的防水 這隻是細錶盤 近來經常都介紹 40或以上的手錶 44 47 就是HUD EDIFUS 昨天介紹了 精工的6R 44 豬仔介紹一隻細錶盤 好讓一些 手細的錶迷 都可以 可以買到豬仔的推介 這隻就是一隻 旁邊的 圓邊的位置 它用了礦物的水晶玻璃錶面 旁邊的錶圈位置 做了一個測速圈 做了光深的拋光處理 你看到九點位置 不停轉動 一格一格跳的 就是這個秒針 我們叫細秒 上下兩個就是計時碼錶圈 這是二十分之一秒的計時圈 這個 當計時碼錶 計時針轉一圈 為之一分鐘 這裡會跳一格 我先剔開一點 剛剛重疊了 這隻手錶 其實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的錶盤的顏色 剛才提及過 放射性紋的 紅色的錶盤 內影邊框做了紅色 也是光深的 做了內影邊框 配上錶圈 做了不受鋼圈 做了光深的 整隻手錶 大概三年左右 就需要更換電池一次 三年左右 回來豬仔路 更換很方便 其實就不是說 有些人對石英錶有個誤解 整天換好飯 外面換有多少錢 價錢不貴的 回來豬仔路只有三十元 放下給我見面 吹水就已經搞定了 哈哈哈哈 好了 外面也吹風聲 我住的九龍區 也吹風聲 昨天晚上 不知道你那裏大不大風 我這邊就很大風 吹到凍扭都搖 昨天我坐在這裏也搖 這張椅子 錶關位置 就放在三點位置 做了一個拉推罐 亦有個護關的位置 上下兩個按鈕 就是一個計時馬錶的按鈕 我試一下 環境是怎樣走 這個角度看一個紅色 好 好 按鈕 你看到二十分之一秒 那個針會不停轉動 而計時馬錶針 每秒跳一下 每秒跳一下 當計時馬錶針跳夠一個圈 的時候 下面這個圈 這個圈就會跳一格 為之一分鐘 開始 停止 停止 好 我們再開始 看看它有沒有分段計時 機心 有喔 追回針 看到嗎 有分段計時的 第一名衝線 第二名衝線 都可以做到 分段計時 好 然後標腳位置 我們看看標腳位置 標腳位置做得不錯 雖然它是一隻便宜的 石鷹計時機心 計時手錶 但它的造工 我覺得它不合格 例如它用了鋼圈 沒有做到鋁片圈 另外那個標腳位置 它這裡做了拉絲 看到嗎 然後它起了一級 就做了光芯 我自己覺得 這個位置它做得很好 就是拉絲 然後起了一級 做了光芯 就不是就這樣 跟著旁邊做光芯 看來旁邊這個位置 就有些層次感 好了 先看看標帶 標帶它因為便宜 它是一級性價 用了這個厚身的鋼片帶 不是實心鋼片帶 是鋼片帶 你看到有些氣坑的紋 但也不錯 我自己覺得不錯 如果對比價錢 也算性價比不錯 好了 三行拉絲 選了兩行光芯 選了兩行拋光 好了 先看看標扣 標扣做了一個接接式的標扣 上面也有SEICO的字樣 看到嗎 SEICO的字樣 一個接接式的標扣 做了拉絲花紋 另外它有很多個格數 可以尾條 看看橋位 和標底 橋就做了薄橋 始終平價機沒有做厚橋 看看標底 標底寫著Japan Movement 日本機心 然後寫著Case in Thailand 泰國裝嵌 它用什麼機心呢 就是用精工自家製的7T92 計時扣到石英機心 7T92 好了 十個巴的防水 都做了 游得水就標 Stinger Steel 反過來給大家看看 細標盤 血紅色的標面 Buddy Red 整支標很帥 挺有型 用了這個紅色的標盤 我覺得 在這個平凡的Cornograph 裡面 點綴了一個特色的點綴 就是一個標盤的顏色 這個Buddy Red 好 好了 豬仔推介 多少錢呢 先看看黑度 時分針 時分針加上黑度 也有夜光 但是 豬仔沒有帶電筒回來 而且 因為靠自然光 比較光 你難看到的夜光 我儘管試一下 有夜光 看到嗎 對 好了 接著 踢起了標關之後 有一個拉推罐 我們試一下向上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教的受感很好 雖然它是一隻便宜的精弓 但是 不適合 我覺得 那個位置裝得很緊致 不是說鬆 日力還有一大大聲 還有一大大聲 挺好手感 真的 我自己覺得 給我一個驚訝的感覺 我猜不到 它這個日力盤 放進去 打打打打打打聲 很受感 好了 豬仔推介 這隻手錶 究竟 尺寸多少 38.5mm 直徑 厚度 9.6mm 而 Luck to luck 48.5mm 試試穿上去給大家看 什麼感覺 感覺一下 這隻Buddy Red 顏色蠻特別 我相信很多錶迷 藍色 黑色 白色 甚至綠色 錶盤 顏色 都很多 紅色 可能有走紅色 但 Buddy Red 我相信未必有 我自己想想 可能我還是不多 顏色的表盤 我也不多 好了 如果你喜歡豬仔 這隻第一隻的推介 還是風暴推介的話 非常超值的優惠 豬仔推介多少錢呢 它的建議零售價 日本售賣 是16000多日圓 豬仔推介一個超值價錢 多少錢呢 大家猜中 818 です 818 818 有所有說明書 保護症 全齊 如果喜歡錶謡 就可以 WhatsApp給豬仔 在這個標題上面 還有WhatsApp WhatsApp給豬仔 可以 打給豬仔 告訴我你喜歡Buddy Red 血紅 的計時精工 是小AIM數,記住是38.5A 所以帶上了豬仔14.8CM的手腕 很合適 如果你喜歡38AIM、39AIM的錶米 這隻是不錯的選擇 再加上你喜歡特別顏色的錶盤 這隻更加正 如果喜歡這隻錶的 就盡快去WhatsApp豬仔 豬仔有三隻現貨 打風後我也覺得會比較混亂 下個星期本身應該是有三隻 總共有六隻 但我真的不知道他的票貨會何時到 因為本身星期四要到的貨 豬仔還未收到 星期五 昨天當然收不到 十號風球 今天我猜 提仙老爺天文台說 八號風球維持到四點鐘 我猜今天都應該收不到 所以下個星期我相信 運輸會比較混亂 下個星期 應該有三隻 如果 你們喜歡的話 總共六隻可以盡快找豬仔 我們下集見 希望你喜歡豬仔第一擊 在家拍攝的推介 Buddy Red 下集見 拜拜 拜拜